挑战全网 最美修女都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肖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由龙山重工出品 黑夜的救赎第一弹 修女艾琳娜 1比6可动兵人 盒子的设计风格很漂亮 打开后可以看到一个很像克伦辛风格的十字架 以及右侧的修女峰会 通过简介我们了解到 艾琳娜是一个孤儿寄养在修道院 她的全家被恶势力所杀害 长大后为了报仇成为了黑夜的救赎者 而这次龙山重工为我们带来的是一张非常忧郁的脸庞 同时冷酷的眼神里透露了一丝沙意 头发依旧保留了纸发故意增加了真实感 一神哥特风格十足的修女服极为凸显身材 素体部分全身采用了软胶包裹 在提供了完美视觉感的同时还伴有优秀的触感 长筒皮靴非常柔软 对于阶级性以及活动范围没有任何干涉 细看在服装上呈现了很多细节工艺 其中也包括十八上的十字花纹 在配件部分一共副手的两枚一长一短的金属十字架项链 一个是豪华版自带的 而另一个是官网预定的特点 圣经内部暗藏玄机打开后是一把定制的沙漠之鹰 枪柄上也有与人物相互应的十字架 枪身的整体全为金属材质 并且设计了枪酸拉动和推下弹夹的结构 而艾琳娜的近身武器是一把长剑 剑柄的末端有骷髅浮雕 副手的两侧同样伴有十字架的细节 分别搭配了双手持枪和双手握刀的手型 以及圆形地台一个 那最后就是一张寓意着死亡的乌鸦面具 最早是西方总司机医生所佩戴的 用它来搭配人物这身熊女装压迫感十足 龙山中宫这一品牌对于原创的女性兵人 在设计感以及制作工艺上 可以说是业界数一数二的存在 如果你也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